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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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伯伯们早上好呀 一会儿我有一个拍摄 所以我现在要简单地收拾一下 先刷牙 然后先补一下水 大早上的精神一下 感觉今天眼力有点肿 饺子的全能眼膜 它是非常消肿的 其实像我们在剧组里 熬夜拍戏 熬酷 还有熬夜追剧 诗心风 心汗灿烂 你们懂得哈 第二天的时候眼力会比较肿 就用这个眼膜 然后来急救一下 今天拍摄前 咱们去潜伏一下 潜伏眼膜的话 会对眼角这种细纹卡粉 特别会有帮助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蘑菇 它就是非常薄 非常软 然后有的时候会把它放在冰箱里 塑上去 它就是会冰冰凉凉的 这里贴上 它非常的附贴 非常的薄 而且就很有效果的效果 一下就放松下来 我平时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会把它附在发力纹上 这样盖住它 要贴合着你的发力纹的位置 因为我们抗创的意识 一定要跟上 OK OK 差不多10分钟了 你们看 附完整个都非常的水润 淹布的状态也非常的好 今天来吃早饭了 来了 我现在要去吃个早饭 补充一下能量 走着 OK 来看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都是什么东西 当一杯酸奶 然后这个麦片 还有桑胜肝 还有这个蓝莓 都是满满的花青素 好香 我们先把这个喜欢吃的麦片 还有果肝 倒到酸奶里面 对了 还有这个腺食纤维 这个是我最近一直有在吃的 因为是我剧组的小伙伴推荐给我的 我像平时在剧组啊 讨厌拍戏啊 要吃东西嘛 也要控制饮食 就蛮需要这个的 就这样加到这里 我其实近两年一直都在烫汤里面煮 然后它这个里面的膳食纤维就可以降低脂肪转换 而且吃下来是有变化的 像我唇中还有鼻翼的暗沉啊 包括脸上的痘印都会有淡化 像这个蓝莓好吃 哇 你真的要试一下就搭配 它这个其实是可以用温水重复的 但是我会把它放在我喜欢的酸奶还有汤里面 还是蛮方便的 我的我的咕咕叫 咕咕咕咕 好 吃饱喝走了 我们现在继续来补服 ok 然后我现在要上一个精华油 就这个精华油 我真的是走到哪里都会带上它的 因为我是一个外油内干的一个复制 所以如果想要去达到一个水油平衡的话 还是需要用这种精华油去把这个水给补透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质地 你看它的流动性还是非常强的 然后它这样涂开就是那种润润的 但是它没有补脸这一点很好 教大家可以成肩快速消肿大法 我们再掌心滴一泵的精华油 快速的把精华加热 闻起来就非常的安心 好 小课堂哈 这个食指按住眼角纹 然后中指按住法令纹 扪名指按住嘴角的纹 然后你把它这样慢慢地往上推 这个食指在这里刮淋巴 然后一直刮到这个下面 就把这个纹路给提上去 然后带到脖颈处 像这种很小的油分子 吸收得很快 看是不是脸又小了一圈 而且它用上去嫩嫩点 感觉这个地方还是会有点肿 我们就再用这个来扶救一下 这个我用了其实有三个月了 本来是想用它来消水中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它对 就是提这个法令纹啊 还有对角线这里还是蛮管用的 我们先做它这个自在的凝胶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线上提了 然后到这里 然后沿用的脖子 在蚂带子里 它其实上脸 它是有点酥酥麻麻的 一开始你可能不会很习惯 换了一会你就会觉得很上头 你看现在是不是脸又小了一圈 其实我们选择美容衣有一个诀窍 就是要看它的射平头 你看这个射平头它是平的 它这样的话就不会去拉成你的皮肤 而导致那个色素暗沉 这个操作起来其实蛮简单的 然后也能坚持使用 我觉得美容衣毕竟它也不便宜 那多用钱才可以回本 OK我们再涂一下面霜 狠狠地锁一下水 外面的太阳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一定要走好防晒 所以我们一定要涂厚厚的 这个成膜是很快的 而且它也不会跟皮妆去打架 我刚刚有很多朋友来问我 就是我的头发是怎么保养的 所以我打算专门出一起我的秘诀 现在先去换个衣服 准备出门 现在呢就是我的OOTD这里的太阳 这就是一个小碎花群 然后我搭配了一个红色的耳环 然后还软一小女的感觉 也变了一个小碎的公主头 好了我现在要出门了 拜拜 拜拜